第四十三屆青龍電影獎盛大展開 韓國電影圈大咖明星都參與了這場盛會 頒獎人有黃聖銘 丁海瑩 崔智友 金玉珍 玉澤眼等大咖 現場熱鬧非凡 這次由湯唯和蒲海日主演的電影《分手的決心》 共入為十三個獎項 最終奪下六獎成為大贏家 包括最佳導演蒲讚玉 影帝蒲海日 還有首位華人演員拿下青龍電影影后的湯唯 GMA43 第四十三位青龍電影影演唱 贏中的獎項第一位 很熱誌的人生 《《這目教條方法》 《今相傳》《場道言》 《影響總結心》《呎智友 仰裕方》 國選過詞師駒詞員 過加合的辦法 風格的含脇雙感情 過幅度表現出的感情 這位 樂觀 del主角 全局者的心 超主角 呢 她会一心的 最32的 中决 演唱 也有了一场的 中军 呃 特意 她会一心的 及 中决 这个人 也有了 她会一心的 爱情 还是 爱情的 胜 戏 也会 和 观众 也会一批的 爱情 这一场 因为 这场中决 也会一场 爱情 也会一场 也会一场 太夕 也会一场 也会一场 深厚 进入了一场 irene 废宝 我非常喜愛 謝謝 謝謝 我很高興在這個舞台 謝謝你再次邀請你 對不起 這是《結婚的決心》 我想感谢每一位帮助我们拍摄成功这部电影的人 我也想感谢让我们这部电影最后上了大荧幕的帮助过我们的每一个人 我更要感谢走进影院去观看我们电影的每一位观众 因为作为演员其实一辈子等的就是一个好剧本一个好角色 有时候要等几个月有时候几年甚至十几年 我真的很幸运我等到了宋瑞来非常的感谢 所以我们是在一起 还有在这里我要说爸爸妈妈如果你们这会儿正在看手机 也听到我说这句话了请把手机关上 谢谢因为我希望你们能保护眼睛 我以后还想要拍出更多的作品 请你们来看 最后一位当然 谢谢 好我要带这个回去给Doris了 看汤薇听到电影主题曲名物就能秒落泪 我今天就知道他入戏有多深了 我以后都被警告 也听到他留戏有多深了 我以後有太难 最近他很有不太大的 有感性的部分也有动感的中场表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